听故事,贫历史,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三国时代,明明中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却没有听说过外族入侵的事情 这或许让人感到好奇,为何会有这种局面呢? 其实你看一下镇守边关的是谁就知道了 汉朝期间随着汉武帝击溃匈奴主力 而西北地区对中原最具有威胁的实际上是羌人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董卓 在历史上,董卓作为丞相,名声并不太好 他残暴无道,尸杀成性 不过董卓在坐镇龙溪边垂的时候,却是一员猛将 延西九年166年,先被人入赛 与叛乱的羌人联合,对抗东汉政府 永康元年167年中,叛乱的羌人进犯三府 都被担任军司马的董卓率军击退 在第二场战役中,董卓更是斩首叛乱羌人首领 并且俘虏万余人 在黄军之乱期间,董卓成为了东汉在西北有利的屏障 我们再来看看曹卫 曹操统一了中国北方,趁着东汉天下大乱 孤人势力也是蠢蠢欲动 首先是南匈奴 蝉鱼妇罗,陈黄金之乱和白波军,黑山军,河流进犯太原,河内等地 出平二年秋,为了进行抵抗 曹卫率军进入东军 在浦阳以少胜多,击溃白绕的部队 第二年春,鱼独进攻武阳,曹操采用违背救赵的办法 攻击鱼独大本营,大败鱼独,目归 紧接着又在内黄大破于附罗 为此,匈奴只好向曹卫投降 北方的乌环也是联合袁绍,有着染指中原之举 怕顿禅于先是和袁绍合亲,联手击破了公孙赞 在曹操击破袁绍,收取河北之后 立刻对乌环派遣大军进行征讨 主帅就是威震逍遥金的张辽 张辽率军几近,先礼奔袭,拾取乌环忠心 爆发了有名的白狼山之战 此后乌环尽灭 值得一提的是,担任辽东太守的公孙杜 实际上是独立于三国的一个军阀 但是他名义上服从曹操 公孙杜和儿子公孙康知道 自己图谋中原无望 因此安心向国外发展 公孙家东伐高构立 取辽东半岛,交东半岛 开阔自己的疆域 对内则对曹操示弱 实际上也稳定了中国的东北区域 相对北方来说 南方的威胁相对比较小 但是诸葛亮平定了南蛮 巩固了疆域 而东吴政权也不断地向江南开发 并开始了对隐居在东南内部地区的 山岳人进行征服 使其成为了东吴的兵源和裁员 便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因此曹操、诸葛亮、张辽还有董卓 有他们镇守边疆 境外也不敢越雷石一步 长期以来也保持着非常高的作战水准 因此 他们不像其他那些疲软的政权一般软弱 而被游牧政权欺负 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付运力的那个厨房 接着 降伤了 前复 对付运力的 ,